香港人大家好 歡迎收聽黃昏新聞報導 我是王嘉儀 先看看中國電力短缺的消息 中國的限電令遍地開發成熱門話題之際 又傳來北京、上海、深圳都有停電的消息 香港立場新聞報導 中國多地工廠開3、停4、甚至開1、停6 東北人民在攝氏10度左右都被斷電 中國網民熱烈討論天子腳下為何可能會停電 中國國家電網北京市公司隨後發聲明澄清 北京市部分地區停電屬於常規檢修 強調首都電網供應充足、穩定有序 換言之 停電就不同限電 只是效果一樣 日本經濟新聞就報導 中國面對電力短缺 主要工業面臨重擊、細張拖累經濟 連擁有4,800萬人口的大都市 北京、上海都要實施停電 日經指根據網上消息 涉及60個配電網絡 相當於超過1萬人受到影響 在中國 一方面可以限電、停電 一方面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星期二發布 《中國的全面小康白皮書》 長達3萬多字 講述中共帶領民眾在經濟、民主、文化以及民生等 多方面取得成就 據民基本生活所需的水、電、煤和網絡等 都有充分保障 中國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的過程 《香港眾新聞》中國早引述白皮書指 中國不讓一個人調隊、不讓一個區域落下、不讓一個民族滯後 白皮書又指中國人民民主不斷擴大、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 文章還指中國的民主好不好 中國人民感受最珍切、最有發言權、人們心情舒暢、社會充滿生機活力 英國政府在當地時間星期二更新香港海外商業危機指引 新增今年2月上一版本至今 香港發生的政治事件包括中國人大常委會從根本上改變香港選舉制度 親民主人士、蘋果日報創辦人以及高層被捕 《國安法》被用來將政治意見滅聲、六四燭光晚會被禁 以及教協解散等 指引指出中方多次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香港的政治權利與自由被嚴重侵蝕 特別是表達自由和集會的權利 但指引亦指大部分商界聲音指 他們仍能在現時政治氣候中正常運作 香港消息方面 由支聯會眾籌設立的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 網上虛擲展館 星期二懷疑被封網 《立場新聞》記者嘗試透過多個網絡供應商瀏覽網站 都出現錯誤信息 但如果使用VPN翻牆 就仍可以瀏覽 《立場新聞》現證向電信箱以及警方查信 《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在今年8月4日開放 網站共分六個展館 以時間、空間、人物、香港、媒體和文藝 敘述1989年六四事件以及此後種種事情 支聯會當時指 由於香港政治打壓劇烈 博物館由開館日起即脫離支聯會 由策展團隊獨立運作 博物館當時回覆指 不會刪除網站 監警會星期二舉行會議 公布2021年投訴警察數字 獨立媒體報導 公眾最關心反修例運動投訴跟進 以及警方執行監警會52項建議的進度 不過警方代表簡報員整體投訴數字 監警會主席王佩思 就急急想宣布會議公開部分結束 要其他委員提醒還有兩項議程未完成 他才繼續會議 王佩思會上表明 非常滿意警方執行進度 處理秘書長梅達明 也在答問中以黑暴事件來形容反修例運動 有傳媒就問主席 態度會否被人印象過分理解警隊呢? 王佩思就說 我自問中立 而2019年反修例運動 累計衍生1,948宗投訴 監警會在記者上公布 一共有15宗投訴 即是不足0.1%獲證明是屬實 梅達明就指 全部個案的警員懲處是 口頭訓譽 advise without DRF entry 即作出訓譽 但無需將此事寄入其分區報告檔案中 由占旺四名區議員 包括民主黨淘謹申、曾智明、朱剛偉 以及胡瑞珊的宣誓 未獲民政事務局即時確認需要答問題 預料於本星期確定命運 獨立媒體報導 星期二可能是四人被DQ前的最後一次會議 其中淘謹申在多個議題都積極發言 更加欲謹地表示 廣華醫院必須興建無障礙通道直達港鐵油麻地站 上星期五九龍區區議員宣誓 有10名民主派議員需要答問題 其中曾經參與民主派初選 被警方拘捕但未被起訴的 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淘謹申 屬於高危一族 其他國際消息方面 英國政府表示 英軍已進入後命狀態準備提供協助 包括會動員英軍駕駛員接受培訓 駕駛貨車協助運送燃油 解決燃油短缺 英國因為貨車司機短缺 影響物流供應鏈 導致燃油嚴重短缺 多個油站都大排長龍 商業、能源及工業策略大臣關浩亭表示 有關措施只是短期 強調英國燃油充足 相信燃油供應會在幾天內回復正常 當局早前已推出應急措施 向5000名外國貨車司機發出短期工作簽證 並自動延長部分司機的牌照有效期至明年1月底 日本因應武漢肺炎疫情 在東京、大阪等19個都道府實施的緊急事態宣言 以及在8個縣適用的防止蔓延等重點措施